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进来 干什么 挨花 我爹生病的这段日子 我一直都在管公司的事情 家里的事 多亏赵叔照顾了 难怪太太最近容光焕发 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 家长 这件事情 是我做的不对 淑君和我也是一时冲动 犯下了错 可这件事情没有必要闹出去 伤了荣家的脸面 确实 我爹是一个爱面子的人 现在身体不好 小弟又走了 伤心都来不及 要是知道太太的事 怕是更加承受不住 为了荣家着想 这事必须无言声了 荣家长 你这个丧尽天良的狗东西 不愧是你爹的种 你先是害死了我的心儿 又拘禁了老爷 现在又想威胁我 你这个畜生 你这 是谁 妇人之间 加上冷静 有什么事情 我们慢慢聊 好 赵叔啊 我爹已经都和我说了 他叫秦水根 为了贪图他的结败兄弟 容定坤的一张彩票 秦水根杀了容定坤 终究 只是包不住活呀 我爹一直都很怕吧 所以一时买不下文春梨 就不惜放火烧 因为文春梨一旦被别人买去 老楼里真容定坤的尸体 就会被别人发现 我其实是不赞同他放火的 那样反而会弄巧成拙 我 容定坤是你爹亲手杀的 我只是负责藏室而已 那也是你爹第一次杀人 从那以后 心里一直犯个影 伤了心灵 你是想说我爹晶晶爷爷 很不容易吗 可是加上你要知道 若不是你爹心狠手了 容家早就已经倒了 你现在能做个光鲜体面的大少爷 而不是哪个商会的小职员 或是哪家店铺的小学徒 这都要拜你爹无耻所赐 这么无险的袍子在华里 又有谁会穿在身上 那又如何 他毕竟是你亲爹 割肉放血也改变不了 你这辈子都背负着你爹的罪 所以 与其清算他 倒不如想想怎么收拾你这个烂摊子 我爹的罪与我都成 那赵叔的呢 赵叔 要是那些叔伯们知道 容家这些年折损的祸 都被你私下给转卖了 他们会怎么想 闲言碎语的话也要相信吧 我既然能在这里和你当面对峙 就不会没有证据